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一个平台直播权限被禁止 所以说我们觉得可能有最后一半的权利被剥夺 讲中医,国家在弘扬,鼓励 前段时间大概上周吧,TV还在播 这次全民的威仪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没办法,平台有平台的一手折天没办法 所以我们有点灰心丧气 但是这段时间刚好一边跟他们打架的同时 也在运筹其他的平台 比如说他的这个国际版 还有这个YouTube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要翻墙 准备给外国人也看一看 虽然他不一定能听得懂 但是我们这个初心也是弘扬 做这个,除此之外 再能赚钱他们也不分散太多精力 所以说试一试 当然大家不一定能看得到 在这,虽然这段时间没有更新 但是我们说过程度 每天一个去看一看 第一个作品 总共来说有300个 平均来说我们只坚持了半年多 真正开始录的时候 所以看看以前的作品 先 然后后面我们这个事 接着,请问不接 接上之后再弄 今天呢 这两天再录两集 4月4 英里4月初四是文书的诞辰 他据说出生 那刚好呢 我们的生日 他这个之间有没有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个日子自然有他的天体的一个周期 至少是一个局部一个小的循环 有一定的能量 分配 所以说文书是什么 七佛之诗 四菩萨之手 就不说其他的吧 至少他跟如来之间是多少试的 学生跟老师的 后来后去 经常会教他 因为可见他的智慧 他的聪明 那我们这一天出生的呢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 那个 要具体到哪几个时辰 哪一个时辰 你去猜 具体几点钟 这个就更为妙了 那除此之外呢 四月 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节 也就佛传过来 还有一个 所以八 也是我们就不多讲 因为一月一二月二月二月三月三 所以我们就这样讲 传统 既好记 又 感觉有点味道 所以不要担心 我们作品还会继续做 只要这个平台 哪怕这一半的权项目还在 也会做下去 好吧 嗯 没有一点点收入 怎么要成家离业呢 不备出心吧 继续坚持吧 没办法 不备出心了 不备出心了